很多的车友都喜欢五菱红光 其带感的惯性过弯 前置后驱动力组合 以及带有吸收手感的手动换档器 留下在清明山过行过弯的一道光影 更是让许多人风之为传说 而这样的评价对于五菱红光旗下的每款车眼而言 确实 五菱红光自诞生依赖 旗下的五菱红光S 五菱红光S1 五菱红光S3 以及五菱红光Plus 都是集结实可靠 超大工间和结实可靠为一体的神车 而今天则要给大家介绍一款新车 五菱红光迷你EV 这辆五菱红光迷你EV是一款迷你电动车 不仅小巧玲珑还亮点满满 该车的整体尺寸都偏小 整个长度还不到三米 可就有着极高的空间利用率 即便布置了四个座位 里面的空间还是很宽裕 并不拥挤 再看它的外观 它完美继承了五菱红光方正用的车灯 喜欢五菱红光的人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加上红线 微曲的车身设计 以及棱角分明的下包围配上黑色的装饰面板 简直就是一个五菱红光plus的缩小版 而这样小巧的车身 再搭配强悍的外形 有一种奶胸奶胸的反差萌 让人觉得这样熟悉的外观十分亲切 更好的是 它用起来非常的经济实惠 周末短途出行 工作日上下班和接送小孩都非常的方便 并且能省下一大笔的油钱 还不需要上燃油车一样经常保养 连养车的钱也省了 价格也很亲密 是不是让你对五菱红光的评价又提高了呢 感谢观看